印度是那种典型的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河水就泛滥的国度 他国内的基建力量十分薄弱 军火要靠俄罗斯 高铁要靠日本 坐火车要靠道挂 甚至连最基本的公共厕所数量都不达标 那么他们的国民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可就算如此 他依然敢频频碰瓷周边邻国 一点都不讲武德道义 如果中国人真的为了赚点小钱 就低价帮助印度搞基建 那么印度的基建崛起之后 对中国又会造成何等的威胁 朱军想过没有 所以什么叫做基建的制裁呢 我国可以多往印度输入消费品 或者是不能增强印度基建水平的工业品 举个例子 让印度人都爱上中国的手机 爱上中国的彩电 冰箱等等一系列产品 甚至为了买这些产品 他们愿意去歌肾 这样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但印度的科技能力却不会增强 反而会高度依赖我国的制造业 就算他们研发出了印度的国产电视机 那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是消费品而已 推而广直 印度的电力系统一团糟 他们想学习我们国家电网的高级模式 不好意思 不教 印度的交通基础建设很差 比如堵车 道路崩塌式尝试 想学习中国的公路网 铁路网建设 不好意思 中国公司不投标 让日本去吃这个亏吧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是帮助八铁建立好交通基础建设 以及电力网 让他们在战略上对印度长期保持优势 这样才符合我们中国长治久安 维护边境和平的大战略 俗话说的好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当今世界的和平来之不易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 奈何别人总是不想让我们称心如意 我们一方面 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 也要以最小的代价 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我觉得对印度 的确应该搞一份清单 我们的基建技术 哪些能够投资他们 哪些不能投资他们 我们自己要分得清清楚楚 这样就可以确保 中国的发展速度 永远把印度远远地甩在身后 唯有如此 他才能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办他自己的事情 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为我留言哦 也欢迎大家积极关注哦